大家好 在疫情的肆虐期間 有些父母都跟我說 我的小孩幼稚園還沒回來 對這個什麼叫做冠狀病毒都不知什麼 叫他戴口罩又不肯 又不知怎樣跟小朋友說 經常都說這隻魔怪 我上網就買了這本書 叫做和身形冠狀病毒說拜拜 編的是幼兒畫報 圖是叫聶輝的 還有個醫生來審定 出版是維京國仔 這本書的有趣之處 就是用一個自白的方式 就說我門 我門很小很小 肉眼都看不到 但喜歡和野生動物一起煮 又會有什麼特徵 就是會咳等等 你說那有什麼用 告訴小朋友 新冠狀病毒周圍都是 他知道有什麼辦法 原來他說這種新冠狀病毒要入侵人類 他們害怕很多事 包括害怕 給你看看 人們會到處消毒 就會將我們消滅 又很怕人們好好吃飯和運動 早睡早起 身體強壯不生餅 然後當然有說戴口罩等等的東西 整本書是用一個很有趣 圖文並茂 色彩鮮艷的方式 不過你看到冠狀病毒都不是很友善 應該小朋友看到 都想跟他說拜拜 所以當你覺得沒辦法 不知怎樣幫小朋友理解這個病菌的時候 和他一起讀這個繪本 我相信是可以一家抗疫最有效的良方 都休息一下 都想不想通常 每四十四十五十年的